這 喂 這應該就聽得到 大家好我是Mr.Q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 一年半前不會寫網站的菜鳥的故事 好像有點不太順 就中文不太好大家盡量一下 然後我是誰 就 就如果看得懂應該就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那看不懂就沒關係 反正就生性害羞慢熟 場面說看起來很兇 那接下來就看一看就好 然後今天跟這slide比較有關係的是 紅色那一個 那什麼是OH我大概會講 前行提要 就大家自己看一層簡介 就基本上就是我是從什麼都不會開始 對大家只要記得這個就好 然後會講一些就是 跟其他就是非資訊科系的人 一些合作遇到一些神奇的問題 那簡單來說就是從零開始 那就是不要想歪 對就是從零開始 然後對 那什麼是OH呢 它的全名叫Open House 對那它是 就是我在的那間學校 它的全名叫就是 就是企業校園真材敲組 那它主要是由大學部學生組成 那它基本上是幫助就是 學校一些 比如說大師快樂畢業 或者是研究所要畢業的學生 他們幫助他們找工作 然後也會幫一些跟我們合作的企業去找一些 就是他們想要的人才這樣 那這個 這個組織已經就是持續20年以上 那 這邊是要提一下就是我寫的 就是我資訊組是寫的網站嘛 那這邊就是我要提一下 因為這是前景提到的就是 工作人員跟廠商都有帳號可以登入 然後他們的權限不一樣 就這一點就是大家可以少一下 就是之後跟我講的東西會有一點關係這樣 那我加入OH的5WH是寫網站 然後為什麼就年輕不懂事 然後大家就看一下就好 然後基本上怎麼做進去就是 學長問我說你要不要跟我簽下契約 然後我就 然後就開始 維持一年的悲慘生涯 那當時有幾個人就兩個人 就一個組長跟一個我 然後 這個組織大概有40幾個人 所以 就是5%而已 然後基本上 大家會說這個組要幹嘛 要學這些東西 所以我什麼都不會 然後我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基本上 我都 大概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然後就是 反正就是大概這些 大概我都會一個一個講 那既然說就是當一個工具人 就很可憐 就是 就是工具人 然後當一個工具人當然就是 你要當工具人 你當然要了解 你要工具的一些特性跟要怎麼用嘛 所以就是 接下來就簡介這些工具 一也是Archliness 這邊有人聽過這個作業系統嗎 喔好 嗯 預料中關不多 就是 它算是一個 蠻新的一個 Linux Distribution 那基本上 就是 2012年9月22日 某一天 就是 強者學長就 那個組長就真的很強 然後 他就把 因為我們那邊系統是在第一邊上面執行 然後他就把 兩個小時 就把 這個東西全部移到Arch上面 然後 而且主要還是卡在 就是其實安裝的都不是問題 它是卡在BBS的東西 那我 待會會講到 就是BBS 因為我們上面有run一個BBS的系統 那是我們自己架 然後是給工作人員用 然後就是他在轉移的時候遇到一些問題 那主要時間大概花了快兩個小時 基本上都在那邊 然後 就是因為Arch 如果他說有沒有Arch 他說因為Arch很簡潔 我喜歡啊 就 因為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覺得很乾淨 就看起來很舒爽 然後 然後我也跟著就 進入這個邪教 然後 每次登錄都會下的那行指令 就是有人問Arch應該知道 那個就是 很像就是 如果用武方的話這樣 就是 速度apt-gate 然後upgrade 類似這種感覺 然後Arch是一個 Rolling release的一個Simston 那就是 基本上你只要每次進去 他就會幫你 只要我可以更新 他就幫你更新到最好 然後就是你用到 就是你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你用的東西都是最新的 就套件什麼都最新的 然後覺得你很潮 然後 學習 就是學習這幾個方法 Lamp的話 知道應該就知道 就是Linux 然後 Apache 然後MySQL 還有PHP 那MDAD們是因為我們那個Simston上面有 架一個Soft Array的 就是他有 他有跑RAID 1要做備份 因為我們有一些重要 只要怕椅食水要做備份 所以我們有兩顆硬碟 然後他是跑RAID 1做備份 所以我要學習這東西 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BBS的東西 因為 我們那時候BBS 以前那個DBM它是 它是32bit 那因為時代進步了 然後我們搞到64bit 然後發現 這個東西移植到過去 就移植過去了就發現 它根本不能Run 然後我們就傻眼了 然後我們還跑去看那個 因為它是跑Maple BBS 然後我們就看Maple BBS的Source Code 然後去看 去找一些看有沒有解決這些地方解法 就反正都找不到 最後只要用一個很tricky的方式 就是我們用QMU 然後把它 就是反正用 就把它變成三色幣 然後就把它安裝在QMU裡面 然後再把它的那個23port 因為大家知道BBS是跑23port 23port就把它 扮演在後車上面23port 讓它可以堵到那個BBS裡面的那個東西 那再來就是SHGuard跟LogWatch SHGuard它基本上就是可以 幫你防止一些Pull Force Attacks 那它可以跟一些Demon整合 然後也可以跟防火牆整合 就是你譬如說像VSFTPD 就我待會會提到 然後還有一些Demon 就是它可以 你用哪些 就是你在上面跑Demon 可能會被人家攻擊 只要有這些可能被攻擊 它都可以把 就是大部分 它的官網有一些介紹 就是這份release 這份投影片應該只有release 那我會 基本上那個藍色基本上是有連結 就是我貼心的附上那個 他們官網一些連結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這邊就只是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那防火牆就是基本上常見的像 IPTables啊 就連結上面 它都可以跟你的入口整合 然後你之後就可以 譬如說像 偵測到有人攻擊你的話 你就可以 它就可以直接把它整合到你的入口進去 然後之後那個人就會被你擋住這樣子 那LogWatch的話它是基本上是 就是因為你如果在管系統就知道就是 基本上Log很多 那看的時候很麻煩 那它可以匯整系統上Log 然後你格式可以自己寫 那它就會每天幫你 你可以固定定一個時間 跑個Chrome Tab 然後定一個時間 讓它寄Log到你的信箱 那你就可以看一個信 就可以知道你的 就是你的系統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再來是PostFix 就我們上面有架了MailSystem 那是我進去前 就是前前任 就是兩年前的資訊組裝架 那它基本上就是做一個Mail Forwarding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就是 好像你是一個公司的E-mail 你覺得很開心 就是叫OpenHouse 然後打SDID 然後你就可以記信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 喔好像有在工作的感覺 然後Server其實它並沒有存任何信件 所以其實我們只是 就是只是負責讓你有一個 好像就是很帥的感覺這樣子而已 那 那VSFTP它就是上面跑那個FTP的東西 因為我們上面有一些 像設計組他們會設計一些就是 就是我們的文宣 或者是一些產品 或者是旗子 反正就是一些畫圖的東西 就比較需要用到 那它要存放上面 讓他們可以就是下載 或者是上傳 那設定VSFTP很簡單 那它可以 主要是用它的Virtual User 因為你不會希望就是 你要在系統上面 開很多帳號給FTP跑 當然就是用Virtual User 但是它有一些預設的東西 其實就是它的設定是明碼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讀取全線 不要把它設成777 你就會悲劇 然後 再來就是它的Virtual User 整能綁在FTP的帳號上 所以你如果要做很複雜的 群組設定的話 基本上 有點困難 那 第三個是我們最近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們 Droding 就一直升級到最新 然後就是 Pen 1.1 反正就是這個版本 它因為突然不支援Berkeley DB 然後導致就是Virtual User 整個爛掉 然後就是 就有人 就反正有人 公眾人跟我們講說 欸為什麼登不進去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看下LOG發現 奇怪為什麼Pen爛掉了 然後就是 這其實就是Google的時候發現 然後其實 就是因為很新 所以就是那時候找的時候 其實是好像找到是什麼 幾個小時之前有人問的問題這樣子 那它就可以設Root Directory 就是 你可以就是禁止使用者訪問跟上層目錄 就達到你的系統比較安全的 就是設定這樣 再來的話就是 主要是網頁部分 我們是用e這個framework 那 它是一個PHP的framework 那MVC架構 如果知道MVC的話 就是model view跟controller 那 基本上它就是提供 剛剛講到就是 公眾人跟廠商登入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功能 可以給他們用 基本上廠商就是它要 線上選位 然後它要 就是報名 然後看一些 填一些資料 那公眾人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些 包障系統 然後還有一些 他們 就是包障系統 他們會計算他們 就是會計算他們的一些 時數或者是之類的東西 那 他們可以幫廠商修改他們的資料這樣 那 基本上 E有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叫G 它是E的code generator 它可以透過就是model 直接幫你生成CRUD的code 所以你只要有一些 必須要 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他們要登入超多一些東西 他們都可以透過CRUD去達到 那我只要用這個CRUD的深層 基本上大概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東西 我就不用在自己一個家 那它很方便是一個 它的第三方套件很方便 它還有一個資料夾 預設一個叫extension 那它的官網上面 有一個分類就是extension上面 你可以去找一些人家寫好的套件 然後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onzip解開來 基本上你在view裡面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或者是它在設定上 你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就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你也可以自己寫 就是其實你把它 載下來之後 看了一下別人寫法 大概都知道那個寫法要怎麼寫 那如果你覺得 有什麼東西覺得不太方便的話 你就可以試著自己寫寫 看extension這樣子 那再來是MySQL 基本上這很常見 就是因為你知道資料庫的話 基本上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是反正那時候沒有用東西花 就是沒有用MongoDB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還是用MySQL這樣子 那那時候其實我也是什麼都不會 就是那時候 基本上我才大二上而已 然後我們學校的資料庫 在大二下交 所以SQL query什麼 基本上我都不會 然後就是反正就 邊看邊學這樣 那主要是 基本上平常你不會 希望用到這個東西 就是應該說你不會 想要直接看那個東西 基本上是只有 匯出資料的時候我們會用 那我要學習一些 就是欄位設定 然後Foreign Key的東西 那之後某一次Arch 去升級的時候 他就全面換成MariaDB了 對 再來的話就是 基本上寫網也都會用到的 這東西 基本上我都是 直接拿Bootstrap來用 就是 因為我不太會寫前端 然後就 就直接拿 就是E 它有一個E Booster 它可以把E跟Bootstrap整合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那第三個是 比較 比較困難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研究那個學長 留下來的JS code這樣 就是因為我自己 沒有學JS please 然後自己就看到 就是那個學長他很會寫 然後其實我看到Code 其實我有一點 但我會講到他的Code 就是他的Code能力 有多麼tricky 對不對 那 就是基本上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 在那個跟非資訊組部分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什麼都找資訊組就對了 就是網路不通 資訊組 然後 密碼機卡紙資訊組 電腦嗨慢資訊組 然後 市場中組資訊組 壞掉了資訊組 網絡不會用的是資訊組 反正就是資訊組 可是資訊組只有兩個人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 這個組織到底怎麼活過來的 那最悲劇的是就是 但是槍的學長在2013年大概 呃 反正就失聯了 他真的徹底失聯 就從這個世界上蒸發了 就是 Facebook連絡不到 然後手機也不接 然後簡訊也沒有回 然後 呃 嘩 exile向普了 普了 普了 通 playing也沒有登錄紀錄 就連登錄都沒有登錄 然後卡麻一直掉 然後 就 就整個消失了 然後我就非常 彷彷無助 因為我什麼都不會 然後基本上 其實那時候其實有學一些東西 可是基本上 因爲 很多事情 都是它在弄 所以就是 呃 其實就是 嗯 就是 你不用看些什麼接班也會 基本上這些是比較關鍵的東西 我大二上的時候修了我們系上一門課 這邊有交大志工的同學嗎 有吧 我有看好了 應該都是我早來的 他們應該也都修過 其實也有外校來選修我們課 然後就是計算系統管理跟網路管理 其實這本課我覺得真的很推薦 因為這是我們 這基本上是學生開的 就是我們家志工系有個戲劇中 然後戲劇中助教他們開的課 所以這基本上只是教授掛名 但是實際上是學生開的課 所以它也是比較偏重實作的課程 那基本上當時我成不愧 所以我靠這兩門課其實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最後一點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主張小思的我什麼都沒交接到 就是一個組織裡面交接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什麼都沒交接到 然後我就要開始自己摸索 然後接觸主張後就開始發現一些問題 就每天都是這個臉 看到系統是這個臉 前人的遺物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人 到底留下什麼東西給我 2012年就是前年 就是我的前兩年那一個 好像有用Git 可是我Git的Status看了一下發現 它長這樣 它有13頁 然後我就傻眼了 它可能之後下GitInit 然後就不理它了吧 可是其實反正它可能之後 扛面一兩頁之後就不理它 我就傻眼了 然後其實我看到的時候我就傻眼 我就不太想看下去 然後其實它也是用E 可是 我查一下它 SoClock發現它好像寫的 好像不是用framework在寫的 好像不是用framework在寫的 還是一樣拿PHP字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再來是2013年就是 晉級的FunctionalPHP 就是大造PHP其實不是FunctionalLanguage 可是因為 我就說那組織很強 然後它 它當年在消失之前 它學了Haskill 然後它就寫了一個Haskillcurring的東西 然後我看到這個我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有什麼一個Function 裡面return的兩個東西 然後又有Function 然後又return一個東西 然後又跑去call另外一個Function 然後當時因為我真的什麼都沒學到 就是我什麼都沒學 所以我就嚇到屁股尿流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當時在debug的時候 發現怎麼它不會照我想的跑 然後後來去看了一些Function的東西 才比較懂到底這個東西在幹嘛 那再來就是它是半殘的 就是原本我用Git 我記得組長的時候跟我說我用Git 可是後來它消失了之後 我發現Git跟它一起消失了 然後 兩個主要活動它的程式碼是共構的 基本上反正就是這兩個活動 因為性質很像 所以我們覺得 不太想要重複寫兩份類似的call 所以就把它共構起來 然後可是因為 因為後來組長再加一些性功能的時候 主要都是珍貴 比較後面的活動 那前面的活動還沒有理它 比如說像dbc那什麼欄位 他也沒去管它 然後model也沒有去改 然後基本上 基本上舊的那個 基本上全部都爛掉 就是點進去有什麼事情拿放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要開始就是修改它 然後再來就是 阿群人的時候的話 升級前面的官網很容易爆炸 這應該用阿群人的時候應該都知道 就是真的會爆給你看 可能就是從來起以後 連開都開不了這樣子 就是 反正你要去關心之前 先看一下官網的 他less news有沒有一些公告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所以就是還是會有問題 然後 然後 因為你 server基本上 比如說用freebsd 你可能就覺得 哈哈哈哈誰叫你要用這個東西 freebsd就覺得我很安定 然後就是我不用升級 我系統還可以沾往跑 然後我只要有一些 security問題 我只要看 就是sa 然後可能補一下don 可能就沒什麼問題 然後所以就是有一個這種方法 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覺得 太刺激的話 就可以ignore kernel update 就把kernel的那個update的部分 因為大部分常爛就是kernel爛掉 然後你就 把kernel的部分ignore掉 然後這時候就有人說 就叫你不要用rolling release distribution吧 可是 人家就用阿 我有什麼辦法 我就只好學 因為我什麼都不懂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提到問題 每次主機斷電以後 就要從下指令 待會兒會講到 為什麼主機會斷電 大家想說奇怪 server為什麼 就是 你不是一個學校裡面 一個組織的server 為什麼你的server還會斷電 這怎麼一回事 那就是 他每次斷電到下這個指令 請問有人可以現在告訴我 這指令到底在幹嘛 好 我也不懂 對 這是組長留下來的指令 對 就是那個很強的組長 然後這什麼 我看到就傻眼啊 看到他就 就這個表情 然後後來就是 乾脆就把這個指令寫成 就是 阿全有什麼叫SystemD的東西 那他可以就是 類似 類似我們以前 就是他其實就是以前的 ETC的INIT.D那個東西 就是他設定 完全那個東西 然後他可以讓你在System 如果他有時候 你把它Enable的話 就可以自動執行這個指令 那時候我就乾脆把這個 就是 就是請組員幫我 就是反正就是一起研究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用成 用成那個指令 然後他之後開機的時候 就可以自行 執行這個指令 就不用再去 理那個東西了 那待會我會講 這個指令到底怎麼來的 我怎麼可能會寫出這個東西 就是 就算他寫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所以其實這東西是 組長就是他 他其實還蠻好心 他留下一份密集給我 就是其實有一次我後來 就是他其實要走之前 跟我說 我寫這東西你之後可以去看看 然後我突然發現這個東西 對我的功用有莫大效用 像增進的50年功力一樣 然後再來是Postfix 他架了Email Server 可是他沒有防廣告信 大造其實廣告信 其實在網路上 是非常非常泛爛的 然後 根本沒有用 然後你就看到很恐怖 你的信箱就變這樣 就全部都是span 然後 就你每天就看到 就是可能 十封沒有九封這個設定 然後就是感覺很浪費你的時間 然後基本上後來就加上 那個span assassin 他就是可以擋垃圾性 然後我們會過濾一下他 然後因為基本上有時候 廠商 大家知道其實廠商有時候 可能發廣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Domain 也會被判斷成是垃圾性 所以就是我們乾脆就是 不要把他直接擋掉 可能是你上個label 然後我們自己在判斷說他到底 就是人在自己判斷說他到底要不要 就是 到底要不要 判他是垃圾性這樣 那再來就是 FB跟手機要oncode 就是因為你們只有兩個人 然後現在你也只剩一個人了 然後所以他們有事就會找你 然後你FB可能就會 可能一次就看到打開 看到有六個人丟你啊 然後就 每個都可能都是一樣的問題 有時候很雞 然後找不到 反正我會講他們常用的詞 然後 手機也要oncode 就可能你可能 一不小心睡過頭 可能就有什麼六通未接待電 或八通未接待電 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很多問題在解決 就是剛剛是 就是反正是工程師的數目 你到工程師 你基本上就在解決問題了 那主機斷電 剛好提到 學校只要一斷電 所有服務都會掛點 我剛講的所有服務 像什麼email啊 FTP 那網站全部都跑在 同一台Server上面 只有一台 然後再一台只是一個 自主的PC而已 大概兩萬多塊吧 它也不是一個 什麼Server等級的東西 然後它沒有UPS 對它沒有UPS 你斷電後 還要有人去上班 就可能週末沒有人上班 就沒辦法開 因為進不去 他放在一個辦公室裡面 進不去然後你就要手動重開 然後有人就說 你有什麼不考慮把它 轉移到Virtual Machine上面 因為我們學校 然後機種有一些Virtual Machine的服務 那基本上我們考量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是容量問題 就是它可能 容量 因為我們有做備份 然後所以你的容量 會變成是Double 因為我們備份是做Red One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你的空間就會變成是 有一半是浪費的 可是容量問題就是 我們必須還是要 就基本上第一個 第二個是一樣 再來是責任歸屬問題 因為像他們 比如說像我們要處理的話 可能我們自己的辦公室 我們進去就很方便 可是如果是機種的話 你可能就要 有一些協調 或者是你們要 有一些什麼類似保密協定的東西 什麼之類的 還有便利性 基本上這兩個也是一起的 所以就是 目前還是 這個問題還是此時沒有解決 對 再來是說E E剛剛有講說 我雖然覺得它的句很方便 可是它的code 產生檔名很不直覺 怎樣不直覺 它長這樣 就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三個是有底線的 你為什麼 不要把底線拿掉就好了 就底線有什麼E 又不是說它的名稱有重複 除了那個view以外 然後那個view 底線就是很奇怪 因為它那個底線view 根本就不是view在用 它是index在用的 就 就很詭異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是 它的 反正就是目前我還沒有處理 就 我還沒有每次都乖乖它 就是乖乖用它伸出來code 然後 然後有時候 不太爽的時候 就改一下檔名 所以造成我裡面現在就是 檔名有些不太一致 對 然後就可能哪天會 引路之下 可能修改 拒絕收拾code也不一定 那再來就是E的話 它一定得到 MySQL 把你的table 就是你的資料庫裡面的table 先建好 因為它的model的那個 它的model設計的概念是說 呃 你 它從資料庫讀你的model的設定 然後 model 反正再用那個model 去生成你的 你的一些CRUD的一些code 那如果你不會操作 MySQL MySQL的那個comment line的話 你就得使用phmodeming 這種提高自然風險的東西 大家只要 有知道就是剛剛什麼 阿西上面不是有人說 什麼我看到有人在這邊 開phmodeming 然後他可能就 發出什麼 什麼彗星影像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這東西就是 很容易被打 超級容易被打 那 那它就不能像Jungle 像Jungle它是一個 Python framework 它可以直接用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 SERVER上寫好model 然後它就用 它的指令 幫你用那個model 產生DB的table 你就可以不用 就是要另外開一個 就是 MySQL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 我們HTDS 沒有合格評證可以用 就 反正就自簽了嘛 大家應該就是 有經驗應該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就自己簽一個 很簡單 那可是 因為我們 我們的使用者 如果你自己的話 會覺得還好 反正每次看到什麼 跳出什麼評證通知 你就把它掠過嘛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們使用者有一些是 不懂這些東西的 他會覺得 他每次都跳出警告 尤其是像 像現在就越來越嚴 像Firefox的話 好像有時候就 他如果真的是 你自己簽他沒看過 可能就真的不會讓你過 以前可能是 會讓你過一下 Google的話是 現在還可以讓你過 然後 可是就是 很容易就是會接到電話說 你們網站跳這個 我該不該按下去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是常常會有這個問題在 然後就是 當初是因為 我那時候還是主演的時候 當初是因為 IPSCA他有提供 免費評證給學網 所以大陸用爽爽 就是只要每年去 續約一次就好 那可是 然後第二問題是 本校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可用的評證可以用 就是明明就是個 學校底下的組織 可是拿不到 拿不到可以用的評證 就是覺得學校翻 就是大一招 學校常常有很多 類似這種問題 那目前就還是使用過期 IPSCA 大概已經過期快一年了吧 然後 之前有嘗試用那個 之前不是網路上很紅 就是STAR SL 就是你可以自己 申請那個 免費的SL評證 那但是因為 它要top domain的管理者 才可以申請 所以我不是 所以沒辦法申請 再來是 剛提到VSTPT 我們沒有FTPS 對 這也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就是 你只要Wireshark撈一下 可能就會看到我們帳號密碼 然後某一次更新以後 中文logo全部變成亂碼 就 這問題到現在還是沒辦法解決 就是 以為是編碼問題 可是上了一下編碼 就有點把他引扣了一下 可是發現還是爛的 然後再來是 to do and spec 就是永遠有新的要求 然後永遠沒有規格 規格都是你要自己想 他們只會說 我要做什麼東西 然後可能 然後你就要開始想說 喔 所以我是這樣寫 直接寫實就好嗎 錯了 你寫實以後 你以後就會哭了 因為他會跟你講說 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加一個什麼功能 然後是加在原本你做的功能上面 然後就 蛤 傻眼 就以前前幾次 就變成是我要砍掉重練 就很慘 就是因為我之前就想說 為了 因為大野招其實要寫出 比較彈性的架構 其實要花比較多時間去寫 那如果你寫實的話 你就覺得比較方便 就是反正一下就好了 可是之後 然後 反正剛剛講到 當你他有心理要求的時候 你就會 你就會花雙倍的時間 你就會覺得非常不值得 反正就是永無之間issues 然後基本上 喔 那邊看到就是 22個然後21個是我開的 反正都是 就是自虐啊 就是自己開issues給自己用 然後就是 啊這什麼還沒解決 然後就是 基本上就是 喔現在已經比較好 就是close比open還多 對啊 之前就是全部都open吧 對吧 就是全部都自己自己要take 然後 再來就是7個月的commit數 就是 呃 就大概400多個這樣子 就是從去年 8月到現在 所以大概 平均一天多少 反正六七十個commit吧 也不是一個月啊 一個月 一個月就自己的commit 一天太恐怖了 然後 miss的話就是一些 Liasa奇聞意思啊 就是我遇到一些 呃就是神奇的事情 就是 你把 就是大家如果是programmer 大家會覺得就是 從不說同一的事情 是很麻煩的事嘛 就很浪費時間 就是每天 每天說 要幫 像我們遇到事情像什麼 幫廠商放廣告 這種東西不是就很 很垃圾嗎 就是 就是這種東西 為什麼要我們這種寫扣來放 這種東西不是開個上傳功能 可是其實上傳功能 也是有風險的東西 就是你可能就是 會被人家傳一些奇怪的東西進來 然後 反正就是 比如說開一個功能 然後給人家用 這種東西我就可以不用負責啊 你們以後就用這個功能就好 這功能是我寫的啊 然後 可是老闆還是會cue你說 欸 那個可以幫我用一下嗎 你已經剛剛講過 你已經cue過他講過說 這個功能我已經寫好了 你們以後全部工作人員都可以自己用 不用再找我了 然後他還是會cue你說 可不可以幫我用一下 然後我就 好吧 然後 你可能就是為了這個問題 你必須寫一些簡單的教學文件 要教那些人怎麼用這個功能 再來是你會了解到 然後工程師都會千方百計讓自己失業 就是 這功能太麻煩了 我們把寫自動化一點吧 然後 這個東西就交給別人用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開發新的功能 耶 超棒的 對 然後你可能最後開發到完發現 欸你沒有問題了 然後可能issues全部解完 你就發現欸幹你失業了 然後 基本上是 就是 自以為自己寫功能很user friendly 就我常常寫一些性功能啊 然後 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怎麼用啊 然後我之前有一個 就是他問我說怎麼用 然後我跟他講說 就這樣而已啊 他說蛤 這是什麼隱藏功能耶 然後好酷喔 那什麼之類的 我就 好吧 然後所以就是 我後來就會在那個 上面加一些什麼 反正用語氣墊我加一些什麼 說明文件給工作人員看的 對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 喔 原來我們的距離這麼遙遠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資安很難嗎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被問的問題 就是老闆問我說 被駭客入侵 我沒有要負責 請問 你的系統被駭客入侵 你要不要負責 就 這問題不是很顯的意見嗎 可是我就被問了 然後還有說 如果我們主機搬到消息種機房 就剛剛講的那個vitch machine 那如果被入侵的話 是不是只要消息種負責就好 我們就不用負責了 就 大家其實就 其實也知道 這是個什麼問題 對啊 然後就是 就是你會覺得 怎麼可以就是 觀念落差可以這麼大 對 那就是資安真的很難 因為工作人員會跟人資 直接要帳號密碼 結果他可以在email問你說 你可以把帳號密碼給我們嗎 然後人資就會在上面寫說 帳號多少 密碼多少 然後大家也知道就是 我的密碼沒加密 之類的那種東西 就是 然後 人資會把密碼設定成 跟帳號一模一樣 然後你就發現有時候 你要幫 比如說像我說 就是我後來就發現這一點 我就幫常常測試 就乾脆 先試一下到底帳號密碼 是不是設的一樣 然後幫他進去 然後發現其實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就是第一個揣一定是揣這種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資料庫裡面滿滿的個資 就很可怕 因為 有廠商 廠商的資料是還好 主要是學生的個資 就是 我們不希望學生的個資 會洩漏出去 因為學生沒 他們 因為要爭彩嘛 然後所以你一定會填一些 你自己的資訊 讓廠商知道 比如說你的 目前大集啊 然後你做什麼專題題目啊 或者是 你 之後想要從事什麼產業啊 然後 你的一些個人的一些經歷啊 就是比較私密的資料 然後就有一些像 比如說要 我們有一些像 報名那個企業參訪 就是 我們會跟合作廠商 就請他們開一些 就是讓學生去 他們公司去 實習 或者是 一個下午去參訪 看一下他們工作環境 類似那種活動 啊你就必須要辦保險 辦保險大家知道 就是一定要給一些身分之號 就是比較 比較 就是比較 private的一些 personal information 所以就會 變成說 每天都會打在行李說 要是資料庫被人家打爆怎麼辦 然後就是可能一撈就 可能將近 如果算一下有膩口 大概有 至少有1000多個學生資料 會被歪寫吧 對啊 所以就是其實還 還蠻戰戰兢兢的這樣 然後 再來就是 過年前的一些這些東西 這是我在那個 反正是FB的那個 訊息的截圖 然後就是 1月幾號 1月21吧 過年大概是1月28 29 對啊 然後就是 那時候 反正我們學校就是 應該我不知道其他學校 因為我們有問 所以我們學校就是 資工系就很可憐 就是 你基本上 放寒假放暑假都不管你的事 就是學校表面的日期 不管你的事 因為很多課都會叫你做project 然後 然後 因為大家就是project 常常都是 其實都是期末考前幾個禮拜 就是前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才提出吧 然後基本上你那時候 已經在隨身活著 你也不會去管那個project 然後你就會 到了 人家開始放假之後 看人家FB開 那時候就不會想開FB 因為大家都會說 我出去玩了 然後我放假 然後什麼 歌放假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 就是全部的人都出去玩 然後你還在那邊做project 你大概手上還有五六個project 沒在 就是沒做完吧 這應該就是反正 跟我同校同性 應該都很有感覺 然後 再來就是 當時隨身後悔的時候 我就收到這個東西 我還是手仰開了FB 然後我就超級後悔 然後 他就貼了一個字給我 我說過年前要完成喔 因為很急 然後我想 我就 喔 好 OK 然後其實我還是拖到過年後 就 反正就 就 就 反正就是 這是 待會兒講一些 就是應對的原則 反正就是 再來就是 隨時都很急的新要求 就是什麼 今天一定要 很急 真的很急 拜託 抱歉麻煩了 今天之前可以嗎 就是 大家不要誤會 就是他真的是這樣講 就是 我很希望這些東西 可能是什麼我女朋友講什麼之類的 對啊 可是就不是 對 然後 開會前 常常就是 比如說某個晚上開會 可能開會可能8點或10點 10點那太扯了 反正就 有時候是7、8點開會 然後就跟你講說 呃 這東西我 12點之前我就要看到這東西 然後你就反正 呃 喔 好吧 然後你就變成 其實 都變成開會都沒開會 然後都在做他們要做的東西 就其實這點還 還 就是大家可以學一下 就是 我就覺得還蠻方便 反正其實開會基本上 呃 因為跟其他組的那個 事務其實分隔還蠻開的 就是資訊其實就資訊這一塊 所以他才會把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都不懂 所以就都交給你 所以你就開會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你這塊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開會 基本上 聽自己 該聽的就好了 不用全部都聽 對 再來就是你要學習成為一個神燈精靈 就是 老闆會跟你許願 然後 總召會跟你許願 然後其他組會跟你許願 然後資訊組也會自己許願 因為你會覺得譬如說 就剛剛講到就是 你會想要做一些 很很棒的功能出來 然後 可是 你就會發現被前面那三個 喔 這是有priority的喔 就是老闆學院一定是 priority一定最高嘛 再來總召學院 那是第二個priority 所以你就會被前面那三個 priority擋住 那就因為發現你自己 學院的東西都沒辦法做 然後 全部都得以你自己實現 對 這是 然後你的臉就會變成這東西 然後 再來就是結論的話 結論就是 當機會來就放手去做吧 就 就 不要怕 就是 多問 跟 多學 就是像我其實 當時也是 什麼都不會啊 就是我那時候是 我什麼都不會是真的什麼都不會 就是我那時候其實 我帶 我選 其實我原本 就我高中是念三壘 然後我 我不是 其實我那時候 對資工就是有興趣 就是其實我高中是 電腦研究社 可是那時候我其實沒有想說 呃 要 要讀 就是這方面的科系這樣 然後是後來因為我 三壘嘛 然後其實考太爛了 然後我不想重考 然後 就 就 填了一個 反正就第二個有興趣 所以我就填了一個資工系 然後進來就發現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不懂 然後 然後 大家也知道其實 架網站 然後什麼系統管理啊 網路管理這一塊其實 如果是念資工系 大家其實應該知道 其實 對這塊其實 根本 基本上 不會有這相關方面的課程 就是 只要是你的必修 絕對是不會有嘛 那 選修的話 可能會有吧 對啊 所以就是其實這東西 你也得自己學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就是 就我自己啊 就覺得寫網站很棒啊 就是你可以 讓人家看到就是 你寫什麼東西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東西 就是秀出來給人家看 那 基本上 那時候就是這樣想 然後也 也沒有 就是 就只是想 那時候大儀就只是想這樣做 可是因為 剛進來就是什麼都不會 所以就是被課業壓得很 很重啊 就是 我念是交作業大學嘛 所以就是 常常就是 都要交作業 然後 可能學期數開始 最happy的時候 然後期中考 就 期中考前就開始交作業 然後再來期中考 然後期中考就 可能一直期中考 或者是一直交作業 然後再到期末考 然後期末考 然後期末考考完 可能都做個project 然後多多多做到 做到人家就是可能放假一兩個禮拜 才開始放假 然後 呃 再來就是 呃 基本上就是大儀就這樣 然後大了的時候就是 因為遇到 剛剛講的組長嘛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 就是你要不要簽契約嘛 然後 就 我就想說機會來了 因為其實這 這 喔 大家其實 我剛剛講那麼多 其實這東西 不是做白工啊 做白工我一定不幹 這是太可憐 其實這是有有薪水可以拿 可是其實 也不算多 但是至少我是覺得 比一般的工讀好 因為基本上 呃 如果code的話是算實數 其實還蠻 蠻吃虧的 就是 因為其實有時候 呃 不過要看你怎麼報仗 像我們報仗其實是像 比如說你在找一些解法 或者是你在想一些 code的一些加工什麼 基本上可以算到實數裡面 可是 我後來發現 那只是我做組員的事情啊 我當組長以後發現 根本就不用算實數 就是給你的錢是固定的 然後 就是有時候就會覺得 喔好吧 既然是固定的就可以 你也知道 就是那種類似共產 共產制度下那種 對 就是 你給我東西固定 那我就給你固定的 你覺得OK的東西就好 然後其實後來還是沒有 就是有時候還是會 因為 寫程式的人就是有時候會 有一點完美主義吧 就是 你會想要 因為這東西你寫 因為想要把它用到好 然後所以就是 你就有時候突然毛起來 可能半夜就不睡覺了 然後就開始把一個東西改好 然後發現 喔終於完成了 然後結果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哪一堂課就被遲到啊 然後可能 可能 喔 是沒有被當啊 就我上學期其實就是 花斷生意在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一開始 喔 剛剛 剛剛不是471筆嗎 就其實 我那時候也是才剛開始學用Git 然後 我那時候其實 committed我都一次 committed一整坨code 就是committed其實 就是要你 要你committed一其實是要 細微修改 你就稍微把它committed一下 就是之後改的時候比較好改 你要哪些改錯 或是要看一些資訊 你才不會說 一看一個committed 就一整坨code 你可能就看也看不下去 那時候就是一整坨code 而且我那時候就是 一開始我用中文committed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那些東西 我不要用英文表達 我全部用中文 然後 結果反而就 可能就是寫了好幾千的東西 我就一次committed而已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 committed有點死 其實那七個月來講 就是以專案來講 其實它不算 不算多 然後我後來就是 被 被人點醒 然後就突然頓悟 然後發現 喔我應該用英文committed 然後 每次 每次可能改個幾行 我就committed一下 然後養成兩行的習慣 就不要像剛剛第一個 看到那什麼2012年那個 GitStatus 然後發現噴了13頁的screen給你 然後 再來就是 呃 遇到組長之後 那時候我就 就學 然後 呃 我就基本上那時候就是 可能有被什麼一些網路上的文章洗腦吧 就說什麼 不會就努力學就對了 然後 就剛剛看到基本上 那些列出來的東西 就全部都是我在 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大概 一年半快 兩年吧 的時間學的 然後所以就是 我就想要說就是 呃 就是如果你有什麼東西想要做的話 就其實 其實不要怕就是 像我這種在交作業大學 明天到交作業的 情況下都還可以 就是弄出一個自己覺得好像還不錯的東西 然後可以學到一些蠻多東西 我相信就是 呃 像其實有一些非 非本科系的學生他們可能就是 我必須要 呃 就是很 很明白講說 其實課業真的沒有 子宮心那麼重的話 其實如果你對這邊有興趣 你都可以自己學 因為 我是覺得 就是 寫程式最方便的地方就是說 網路上真的有太多的資源可以看了 像State Overflow啊 或者是 一些論壇啊 或者是一些 基本上你要找哪一方面都會有一些資源找得到 因為基本上 呃 我們可以想到的東西 基本上很多人都已經做過了 然後 呃 在這個領域最開心的事情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一些在這個領域 有 有一些成就的一些偉人 或者是稱之為大牛的人 他們都還活在這世上 你就會 你就會覺得 哇 好棒喔 不像說你學物理 可能你念的東西就是已經做古幾百年的人講的東西 那可能很為己分 他就說 牛頓都死了幾百年 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東西荼毒後面的人 之類的 然後 嗯 S也是的話像 很多東西真的都是 可以遇到 而且有時候像他們很多 像比如說外國人嘛 他們會用推特 然後你就可以follow他推特 然後看到他一些 講的東西 然後看到他的思想 就可以看到說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想的 然後他們為什麼有辦法做出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就是跟其他 其他 就是 大學裡面的學科 比較 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 當時的話 就是 嗯 組長消失了嘛 然後其實他有留下一份那個 他有留下一份資訊組筆記給我 然後 他是用madan寫的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懂madan 就剛好講到那個 Ellen Swartz的madan 那我也不懂 然後我就看一下madan 其實madan很簡單 就是他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synthes而已嘛 然後幫你就是可以 快速的做一些筆記這樣 那我也 那時候開始看madan 然後就是他裡面有一些 紀錄說就是 呃我們主機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什麼PC啊 他的RAM的規格啊 或者是什麼 一些比較想detail的資訊 有留下來給我 然後 還有剛剛那一串指令 對 就是那一串指令 他就寫在那份筆記裡面 就還好我那份筆記 不然跟我們不知道 端電以後怎麼開那個東西 然後 然後 就因為 也因為讓水裡開始研究 研究一些東西 然後 呃還有就是 呃 那一份筆記裡面 還有就是放一些 比較syntheson的東西啊 就比如說 硬碟什麼mount啊 然後 呃 比較有一份 就是偏教學的東西 然後基本上那份教學 呃 他是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看得到 可是有人 點進去的時候就會發現 你們寫那什麼東西 我們全部都看不懂 然後 就是你就會又發現 喔原來我們距離這麼遙遠 就可能請台北賣箱可能也不夠吧 然後 呃 基本上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學習方式 因為我不太喜歡 就是學校給我的 那種感覺啊 就是 因為從國小到高中 其實 呃 我們就是都都很自己 就是 別人都會給我們東西念 然後你可能念一念 就拿分數 然後你可能就學得很開心 然後可是上了大學之後 我就覺得 就是 尤其是我們這個科系啊 就是資訊的東西 因為 學的東西就是 每天的東西都在變形 可是你在學的東西 都是舊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這落差很大 別的科系可能 可能沒有這種感覺 然後所以變成是 呃 學 學些的東西又要學舊的東西 其實可能很累 可是如果 你真的找到你的興趣的話 呃 在這個領域因為 他做的東西實在太廣了 所以我覺得 你只要對這個領域 有一些東西有點興趣的話 你一定會找到 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也可以有很 剛剛講到有很多資源可以去看 那最重要的是你可以 像參加這種 conference的話 你可以找到一些自動道合的人 然後來這邊 多認識一些朋友 然後只有可能 呃他們就是 可以跟你一些互相交流 什麼之類的 這都是一些很棒的 很愉快的事情 那 再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自己就是遇到事情 我都是習慣 呃 我想做什麼 然後我去查 然後 我不會 然後發現 就是不會的話 有什麼解法 然後再去自己去摸索 然後 摸索完之後 我再自己把它筆記下來 就是可能像 寫一個部落格 或是你自己 寫一些筆記 就是 像剛剛罵當就很好用 你可以把它筆記下來 然後 之後再遇到問題 因為人其實記性 其實不好嘛 就是大家知道 其實大家 就是 有太多事情要記了 然後你就可能 這個問題可能之後再遇到 然後你可能會 忘記 然後再去看你的筆記 然後大概學習方法是這樣 就是這以上是我個人的 就是一些 經驗跟學習方法這樣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就是 有沒有人 要提問一下 有沒有人 對他學習歷程有問題之類的 就是 對這個演講有問題 就是 可以用桌上麥克風發問 都沒有嗎 還是不知道怎麼提問 那我來示範一下 請問一下 要不要加入 Seekon網站組 跟我訂下契約啊 這樣子 OK 來 大家上 真的都沒有問題嗎 這很精彩耶 他這個 他花一年學我 大概快十年的東西 你們想吃便當 我覺得應該是肚子餓了 就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喔 就是 領便當的地方是在 就是三樓的後面 還有四樓的後面 然後四樓那邊才有素食便當 然後再來就是Lighting Talk 還有一個空位 就是聽完很熱血 想要講一下的話 可以去報名一下 只是我們會把你插頭啦 好 那麼 那邊那邊有問題 喔 來 要不要麥克風給你 桌上可以用 假設 對於初學者來說 如果想要學一些 關於網頁的東西 那請問要怎麼開始比較好 有沒有什麼建議 有沒有什麼建議 有基本上 學網頁基本上最基礎就是 HTML的東西嘛 就是基本上現在還是 還是以那個為主 然後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HTML跟CSS的基本東西 基本上我個人是 有用到才去看啦 就是我 其實我也沒有把全部都學會 就是 我就不喜歡學校那種 就是教學方式 先把什麼東西都給你 然後之後 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跟你講說 喔這我教過你了 然後你可能早就已經忘忘忘了 他跟你講說這我教過啦 你自己 你自己再去 再去用吧 所以我習慣就是 你看別人怎麼用 比如說你可以去看一些 你可能平常逛網站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些設計不錯的網站 然後去看它的source code 然後就發現 欸這東西我沒看過 可能它有一些 HTML的標籤啊 你可能沒看過 然後這怎麼用 不知道 就去查 然後去看它的範 就是把那檔範例去用 然後就會比較有一個東西 因為我習慣就是做東西 有一個東西給我看 然後有一個東西 就基本上我是習慣 從模仿開始學起啦 就是有一個東西給我看之後 我再自己去創新 就是想要加一些什麼功能 我再去找有沒有什麼功能可以用 那基本上就是HTML CSS 然後如果 基本上現在很少人去 去自幹啦 就是如果你要自幹也可以 你可以 自幹的好處是說 比如說你不用framework 就是自幹的意思 就是你可能去寫一些 自己自己用一些 比如說PHP啊 或者是你想要用 什麼Note.js啊 或者是 一些之類的 server side的一些language去寫 或者是Java也可以 看看你啊 就是想要你 基本上因為語言太多 你可以自己選你喜歡的 然後你自幹好處是說 你可以了解一些 一些比較底層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Session它是怎麼建的 然後你要怎麼去傳遞一些訊息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 我是 我是有稍微練過 用PHP寫過 然後就是稍微看一下 人家寫的範例 然後練過一下 然後基本上 你要加一個網站最快的方式 還是去看一些framework 就是比如說像 現在太多了 像PHP 像有e嘛 然後有一些 什麼Dropo啊 然後還有一些 像最新的最夯的 像是Lavao 就是 就是很 看起來是一個 Ruby on Rails 就Ruby on Rails 可以看嘛 Ruby on Rails 還有剛剛講到Django 就是Python的Django 然後Note.js也可以看一下 然後就是看你想要 看你習慣哪一個語言 覺得不錯 你覺得看起來是喜歡的 就用那一個 然後去 去找一些 比如說下一關鍵字 比如說什麼 什麼Django 比如說 價站啊 或者是一些東西 就會有一些相關東西 去跑出來 就可以去沿著那個方向自己去看 這樣子 然後比較重要的是說 你看完之後 你要記得把它整理下來 不然之後一定會忘記 對啊 大概這樣 還有有問題嗎 來 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做過這麼多事情啊 你花多少時間比例在寫文件上 還有說就是教育後備之類的事情上 呃 寫文件 嗯 好問題 寫文件的話基本上 呃 剛剛有看到其實那個 我們有用Github Github那個issue tracker 那那個issue tracker 基本上在每個issue裡面 我會 我會 詳細列一下就是 至少可以讓 我的組員 就是其實我 就是我們基本上那個 剛剛講到就是 一年是當組員 然後一年當組長 然後你組長那一屆的時候 你就要去找你的組員 然後你要去帶他們 那因為這東西是需要交接 然後你去帶他們 然後我基本上就會 教他們說就是 這東西 大概架構會怎樣 然後其實 呃以前也有那個文件留下來 就是我自己當初 在當組員的時候做了一些筆記 然後就把它放上去 那其實 如果真的要講很有系統的話 其實沒有很有系統 但是就是 就是我就是維持 因為我自己平常就養成一些筆記的一些習慣 所以就是 我可能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讓組員 跟組員講說我放在這裡 然後就是 就是可以自己看 然後像我們的 Git 因為有commit嘛 所以我們commit log 基本上 因為我們其實 好處是說我們組織小 像我現在 喔今年多一個 就是反正我收了兩個組員 所以我們組織小 所以我們還有溝通 然後我又故意就是收我社團的學弟 就剛才提到的是 我是那個交通網路服器社的社長 那基本上就是 我就收我自己的學弟 反正的學弟 還有跟我一個統計的一個同學 然後 我們就是可以很容易溝通 然後文件的話 基本上 你只要 因為其實這種開發 其實是很 很有 很有時效性的 就是你可能某一個功能 你弄完你可能之後就 就不會再動了 然後可能就是要去開發新功能 所以基本上 如果大家有一起弄的話 基本上看一下commit log 就可以知道大家一直在幹嘛 對 就我們的風格大概是這樣 然後後備的話 基本上就是 因為就是有待人嘛 所以就是一年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就是 也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對 還有人要提問嗎 還有人要提問嗎 還是你們真的很想便當 那麼 都沒有人要提問的話 就出去 那個解零便當成就